知名主持人余美人4月宣布 要以五党籍身份参选 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立法委员后 就忙着签户籍改名字 积极走访基层 不过日前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哲在广播节目上松口 表态支持他 让美人姐大感意外 今天27号他接受中西新闻访问 再度回应 还透露柯主席会有这样的反应 应该要感谢的是 背后这一个人 他昨天突然讲了一句 说他们在这区不提名 因为这区有个愚美人 所以他们就不提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 我就解释为是礼让 对不对 感恩不尽 然后会找他来协助他 我不麻烦人家 为什么 因为人家光是不提名 我就觉得给你很大的一个支持 对啊 这已经是某种肯定了 那当然他有他现实的因素 他讲说 你这样难求嘛 对 那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 想法也被 或者是我一定做对了什么事情 被他看到 他觉得是 我是值得 这个被支持的 那当然我也不会用 这后面一定我的朋友帮助 叫王珊珊 好 感谢 感谢 因为那天我6月18的时候 我是六月18的前三天 我帖子都发出去 我没有发给王珊珊 我不要为难我的朋友 因为他们当时还在 我有有提名人嘛 那这样的话 我会为难到我的朋友 我是到前三天我才想说 嗯 我不跟他講好像也不夠朋友 我是說你要不要就是我常會開幕 你要不要送個花 他說什麼送我花 我可以來啊 我說你方便嗎 你們不是要提人了嗎 這樣他說我不管 他很蠻義氣的一個人 對啊 那會不會在競選的期間 會到客戶上來站開一下 目前沒有耶 因為我們什麼咖啊 那我什麼咖啊 對啊 因為女生是政治素 他當時也是政治素 他可以跟人說經驗 嗯 到時候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所有的黨主席都來幫我站開 我那隊沒有包補 雖然那是做夢 從政的事情蠻多 你有被翔鋼請教嗎 有 我跟翔鋼請教 他怎麼準備呢 我們不要備戰 我們要屁戰 台灣人民需要的是和平 他們有沒有亂講話 應該就是有備而來的 嗯